穿著扣扣的防寒衣走進冷凍褲 都能感覺陣陣寒一襲來 手腳開始降溫 十七年自立的員工 甚至把防寒衣拉鍊拉到最高 再三叮囑我們這些門外看 在冷凍仓櫥裡走路一定要小心 防寒衣是員工基本配備 而且新手進門一定要有資深的陪同 如果搬運大宗貨物 就會出動這輛有暖氣的起重機 不過以防萬一 待在冷凍仓櫥裡的時間 還是越短越好 位置正確或是不凌亂都整齊的話 我們人進去裡面哪的速度夠快 如果常常進出的話 可能在裡面待久了 血管一時的收縮還反應不及 因為他血管收縮的目的 就是要避免人的體溫就流失掉 讓他的這個血壓升高 血液容易 血管容易臨急 產生血管阻塞 就容易猝死 關乎人民的工作安全守則 白紙黑字寫清楚 但要如何落實靠的是每位員工 所有的員工 每個人都是眼線 真不行 一次兩次不行 那我可能就沒有辦法用 因為害到你 害到我 業者料重化 多次違規者可能被解職 畢竟生命很脆弱 工作固然重要 還是得把安全擺第一 靜新聞 中環林 楊世武 採訪報導